好不管呢是不是在美国扎了两亿买豪宅 在台湾周董有豪宅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在仁岸路上面的地堡呢 可以说是豪宅之首 亚洲十大豪宅就这么一栋上榜 为什么这个政商民流这么爱呢 因为这个地点真的是得天独厚 被称为是台北的风水宝地啊 但是也有命理师警告了说 这个豪宅风水不只是会带来财运 也可能会带来桃花运卷入是非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什么 大陆妹被带进地堡做生意 这样的一些传闻吗 位在台北市仁岸路上的顶级豪宅 是许多政商民流最爱 包括鸿太集团 顶星魏家 艺人小S 何丽玲 还有最新买家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巨船也即将搬入 这里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这么多名人购买呢 就是一个作为潮烂的地方像 这样的一个风水是非常有利益 像上市上规公司的老板来居住 跨向国际舞台的事业 原来是因为豪宅所在位置 是风水学上所称的帝王位 可以带来金钱 也可以让事业兴旺 不过社区一楼的喷水池 虽然可以带来金钱蕴汉桃花 但是同时也招来了烂桃花 对喷水池这个水煮柴的 然后相对的它也煮桃花 它这种现象的话 可以说是一种桃花枯的问题 有一些情色纠纷的问题 或者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绯闻 或是在情色上的麻烦 命理是讲的笃定 不过信不信还是要看个人 风水只是辅助 生意和桃花旺不旺 还是要看个人造花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然后我们下注的笃定 关照 我们下注的笃定